提及催眠,人们很容易想起一种比胸口碎大时更高级、更神秘的表演。 被催眠的人们可以按照催眠师随意的暗示下,或哭或笑,或把自己当成动物而不能自已。 但催眠师尹红颖告诉记者,其实,催眠秀本身就具有表演性质,参与节目的都是演员, 真正的催眠术实际是一种心理、精神等搭建的医疗平台,催眠师也远没有那么神秘。 38岁的尹红颖现供职于长春市心理医院,2000年毕业于研编医学院西医临床专业的她,最初是精神科医生, 2007年起开始介入催眠治疗领域。 6年来,尹红颖一位400多名病人做过催眠治疗,其中有近300人目前已处于停药痊愈状态。 至于最快的一位强迫症患者,只做了一次催眠,服用了半个月的药就痊愈了。 催眠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暗示疗法,古代的占星术、道家炼丹术、上古时期的巫医等使用的都是催眠道理。 目前,大陆有数千名从事催眠师职业的人,以民间心理学机构培训居多, 且南方城市的技术水平高于北方,但将催眠科纳入医院范畴的则不多。 尹洪颖认为,科学的催眠治疗应该是精神科和心理科有效结合。 生活中很多人将催眠师神化。 尹洪颖对此表示,其实催眠师就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职业。 作为医生,她希望通过建立催眠治疗和研究的平台, 推动传统意义上偏主观化的催眠治疗法客观化、系统化、规范化。